你好,我是昆仑流石,欢迎您来到书馆,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上文书啊,咱们正说到一段有意思的书 就是这个南疆白山派的合作阿伯克 在争夺伊尔强韩国的统治权的时候,失败了 那失败了不能眼睁的,让政敌就把自己杀了啊 于是就开始了出走游历 先到了这个甘肃宁夏青海地区 在这些个地区,据说这个阿伯克合作呀,传教了十年 但是不能总这么流亡下去呀 还得想办法呀,回南疆复国才是真格的 于是呢,他就跑到了这个拉萨去求这个武士达赖喇嘛 据他自己说,什么叫他自己说呀 因为呀,流传了下来有一本书叫大合作传 就是这个阿伯克合作的传记 这本书上写的非常有意思,完全颠倒认知 这上面写呀,这个阿伯克合作来到拉萨之后 一眼就识破了达赖喇嘛所施的障言法 这书上可没说呀,这阿伯克合作呀 是来求达赖喇嘛 这书上说呀,这个达赖喇嘛先招待了这个合作呀 三天三夜大吃大喝 也不知道这合作这一队人呢 他到底有多饿啊,需要大吃三天三夜才能吃得饱 吃得喝得了呀,这合作磨磨嘴说呀 就这么地吧,我们走了 这会儿的达赖喇嘛还得紧的说 难道就没有什么我们要为您效劳的吗 那这个合作说呢,既然你有心效劳于我 那么你现在还没有资格 你呀,得先永念这个伊玛尼 这个呀,就是我认为是这部书里最大的效果 那么这个伊玛尼是什么意思呢 这合作是说让这个佛爷呀 念这个穆斯林的誓言 那这个伊玛嘛,穆斯林的誓言是什么呀 实际上这是一个标准 穆斯林的标准只有发了这个誓言之后 你才是一个穆斯林 穆斯林对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区别就是 你发没发过这个誓言 也就是说这达赖佛爷要是念了啊 哎,就叛了教了 那么这誓言的内容是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您现在要是去这个清真餐馆吃饭呢 您一抬头啊 这个墙上最显压的地儿 挂的肯定就是这句誓言 按这个字面抠呢 应该是这个意思 除真主外,绝无任何崇拜者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那后来的这个越来翻译的越经典 那就是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 有一个更简练的教法啊 他叫做清真言 谁要想皈依伊斯兰教 就必须先发这个誓 念这句话,信这句话 您就想去吧 这个藏传佛教的教宗 格鲁派的大活佛武士达赖喇嘛 是这个达赖系统啊 所有转世当中最有成就的一位大活佛 他能不能念这句话 那答案是肯定的 当然不可能 这不一下子就叛了教了 这达赖佛爷不就成了这位大伯克的仆人了吗 哎呀万幸啊 这大合卓这本书啊 他还是有下限的 他还真没让这个达赖喇嘛 念出这句话来 不过在书里边 那是达赖喇嘛苦苦殃高的结果 这佛爷呀 跟这个合卓说了 说我倒是觉得呀 这个伊玛尼这句话是真的 不过呢 我呢 作为这个西藏地区的这个宗教领袖 我是佛教徒 我不能念这个 您那有什么事呢 让我去办呢 您就直说 我就给您办 那这合卓就说了 说那你看这样 你呀派点兵帮我呀 把这个叶尔枪韩国这个地盘抢回来 让我呀 能够做这个叶尔枪韩国之主 也就是南疆之主 你看怎么样啊 这达赖喇嘛 听完之后啊 那高兴了 能为这个大合卓办点事 那当然是我的荣幸了 赶紧口称啊 领法旨 于是就给自己的学生 新任准盖尔汗国 大韩 赶尔丹写了一封信 让这赶尔丹呢 帮帮这位大合卓 哎呀 具体是不是这种情况呢 不知道 咱们慢慢分析 哎 这个因为我呀 既不是这个藏魂佛教的教徒 也不是呢 这个伊斯兰教的教徒 帮着谁说也不合适 我刚才给您叙述的这些 完全是大合卓那本书上写的 那么我们知道啊 这用藏文写的典籍啊 也浩如烟海 对这件事情有没有记载呢 我可以告诉您 完全没有 所以说啊 现在很多学者认为 这个阿巴克合卓呀 可能根本就没见到武士达赖 哎 给这个阿巴克合卓写这封信呢 是达赖喇嘛兽义 当时的第八 也就是地方执政官桑杰加措写的 甭管是谁吧 总之啊 这个阿巴克合卓呀 拿着这封信 还就真见到了赶尔丹 这赶尔丹大韩啊 一看这封信之后 这个乐就别提了 那这会儿的 赶尔丹是什么情况啊 刚夺得大韩之位 实力正强 在这个墨北草原上啊 振逼一哭 随随便便 召集起十万二十万的蒙古骑兵啊 那玩似的 可是说得嘞 这大韩呢 他也知道要脸 不能无缘无故的 就从这个北疆杀到南疆去呀 哎 那又有个理由不是 虽然这不要脸的事 他干的不少 但是说这诗出无名啊 总归是有点牵强 您瞧 这肚子刚一咕噜 这天上 叭唧就掉了一个馅饼 哎 这个想磕睡的时候 就立刻有人给送枕头来了 大韩改尔丹 一边念信 一边乐 这鼻听泡都乐出来了 还得是啊 我这老师了解 我这黑山派 白山派内斗 正好 是我吞并南疆的大好机会 1680年 哎 那一年啊 正好是康熙的19年 这改尔丹呢 就集结了12万蒙古铁骑 由这个阿破合卓呀 作为带路党 挥师南下就到了南疆 没费什么劲呢 哎 就占领了阿克苏 哎 这南疆的这个白合卓的信徒一看呢 呦 自个儿的合卓回来了 于是啊 就纷纷响应 黑山派的政权呢 那他抵抗呢 喀什喀尔总督的儿子 镇前迎敌 哎 刚一露头 一剑就被这准戈尔人呢 给说死了 得 喀什喀尔 城破 那接下来 谁去这个阻挡准戈尔大军呢 叶尔枪的 阿奇木伯克 到他镇前呢 也没多废话 又是一剑 让人家给说死了 这个南疆当权的伊斯马韩一看呢 这还打个屁呀 只有两个字可以选择呀 那就是投降 于是没费多得劲呢 这南疆就翻了天了 这白合卓又当家了 这干尔丹一看 行 那就任命这个阿伯克合卓呀 作为南疆的主管 其实啊 咱们讲这个阿伯克合卓呀 已经讲了一级半了 到现在为止啊 他才有这个尊号 他原来叫什么不重要 也就是说他从这以后才有这个尊号 是人家这个大汗 杆尔丹呢 赏下来的 您啊 别管他翻译成汉语呀 他多可怕 有什么宇宙之王啊 世界之主啊 总之 杆尔丹是同意了 杆尔丹不让叫 你不能叫 阿伯克合卓呀 做了南疆之主之后啊 这南疆的 维吾尔人的苦日子 实际上 才算真的来了 那么说着 杆尔丹在这个地方 不派遣自己的官吏 来管理吗 哎 不用 他就扶持着地方傀儡 这一点呢 他和他老祖 舔不真的 一个意思 只要你给钱 无论僧 无论道 无论回汉 贺两教 天主堂 耶稣教 孔圣人的门徒啊 你是爱信啥信啥 只要你把税交上来就行 我这个大兵啊 起到的就是威慑作用 扶持了傀儡政权之后啊 还省得我动手 省得我操心 你们自己管理自己 到时交税吧 这阿伯克合卓 当了权之后啊 还真没让这杆尔丹失望 第一件事啊 就是给跟来这十二万军队啊 先换军桌 他怎么能这么豪横啊 因为他手上有棉布啊 您别忘了到现在 这新疆也是咱们的 最大的棉货主产区啊 那接下来啊 就是为了感谢大韩 给这杆尔丹本人的 每个月四千腾戈的白银 这腾戈是个什么单位呢 是这个维吾尔人的用银单位 一腾戈啊 也就是咱们汉地的一两 那这是筹些大韩个人的 那么给准干儿韩国的税银是多少呢 每年十万腾戈 哎 这是钱 其次就是小麦 那给多少麦子呢 每年呢 是一万五千查拉克 那么这个查拉克 又是个什么单位呢 一查拉克也等于现在的八公斤 也就是说每年呢 得给蒙古人一百二十吨小麦 哎 其他的农副产品还得给 包括什么棉花啊 皮毛啊 等等等等 不但如此啊 还明文保证了 每年啊 要分多次进藏熬茶 熬茶这个词啊 咱们书馆里听着不欣欣 其实呢 就到西藏区布施 哎 西藏呢 人家是政教合一 您上这个庙里送礼去 就如同给这西藏政府送礼了 虽然在这个大合作传里啊 那封信呢 是这个达赖喇嘛 求着哎 替这个大合作写的 可是吃水也不能忘了 挖井人不是 所以说呀 给这个贪赖喇嘛送礼啊 这礼该送还得送 从这呢 翻回头来说呀 从这个恭恭敬敬的这个劲上看 那个大合作写的这些东西 您分析分析 他到底呀 是谁求着谁 谁央盖着谁 这谣言不攻自破 哎 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有人说 这个我们新疆好地方啊 天山南北 全是大绵羊 那物产丰富 这点粮食 这点钱 算什么码呀 2022年 广市阿子苏地区 一年的GDP啊 就是1739.5亿 给准个二韩国 这点供品 算个屁呀 那简直不就是 九牛一毛吗 呦 您得算算啊 当年的生产力 是什么样的 这中国古代啊 收农民的税啊 收十一税 什么叫十一税呢 其实就是十分之一 你的收成是十位啊 这国家收一分的税 也就是十分之一 再多收一分呢 都算是盘剥百姓 那什么叫强大呀 您比如说强悍吧 汉朝时期啊 咱们收税啊 收这个15税一 有的时候年经好啊 这政府收的更少 收30税一 那再强大的 您比如说今天吧 农业税免 据西域图治所在啊 当时的维吾尔人受了罪了 农业税高到什么程度啊 十收三四 也就是说呀 你得把30%到40%的这个收成啊 去交税去 这是年经好的时候 年经稍稍不好啊 这税呀 你可就得交到 你收入的一半以上了 这简直就是没法活了呀 那么说这准个二人 对这个南疆的维吾尔人 好不好呢 嘿 好不好啊 二等公民您想能好的着吗 那日北时期的中国人的活的何止是憋屈啊 咱还别说日据时期呢 就元朝吧 生活在大都附近的汉人呢 叫汉人 您过了淮河长江试试 这元朝统治者管那边的汉人呢 您自个儿查去 学徒我说不出来 先烫嘴 这蒙古人呢 不但把大批的维吾尔人 迁到北江去给他们种粮食 并且呀很蔑视的称呼他们为货屯 现在有学者研究啊 可能这个货屯呢 就是阴翼啊 和天人的意思 实际上蒙古人这么称呼维吾尔人 那就是奴隶的意思 不但人格上的蔑视啊 并且对这个维吾尔人随意的勒索 坚言这种情况时有发生 时不时的就给你来个科捐杂粹 然后就是乱摊派 广是这个蒙古人欺负维吾尔人吗 还不一定 这个何卓家呀 阿伯克也过着极其奢华的生活 这阿伯克何卓呀 娶媳妇 这可是维吾尔族同胞的典籍记载呀 我可没瞎说 一次就宰杀了四万只羊 三万头牛 聘礼啊 需要三万匹马 哎呀这说出来呀就是一个数字 这要数起来呀 我想得把这蒜巴子打飞喽 那么在准杀尔韩国的统治下 这维族同胞这黑暗的日子 什么时候才算个头呢 随着这准杀尔韩国逐渐是摔着 南疆才要风云 再起